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这么烂的 简直一点都夹不起来的蹄花 哦 它是经过卤水 煮了个后再来炒的 好吃的很 这个感觉很下饭 跟我想象中的味道还蛮像的 说吃饭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果 最近降温是不是特别厉害 今天要再重新带你们去找一家蹄花汤吃 到了冬天就是蹄花霸占我的整个宵夜时期了 啊 重新这上坡下坎了 好久没有来还不太习惯 我以为我是在路上 没想到我是在楼上 然后那家蹄花汤就在这儿看没 叫无名蹄花 艾高的吗 艾高的 谢谢 咱们要一个特色的蹄花汤 然后再要一个水煮蹄花吧 干要和炒也不错 干要和炒也来一个吧 6.3道招牌菜 在这边开了三四点嘛 它是最迫使用的 它看看 咱们在汤鱼和喷啤鱼中 加些汤鱼中 泥鱼中 云鱼中 不错了 可以吃这个鱼中 有点好 老板轻轻的一顿讲解 所以说到底是成都人吃蹄花凶一点 还是重庆人吃蹄花凶一点 这个蹄花还挺大的 这个是海带豌豆汤 不是那个白云豆的那种 就炖的奶白奶白的了 有点糊嘴甚至 这是一碰就碎的成都 上次吃蹄花还是去年的时候 哇 这一整只我们直接给它移到这个里面 第一口就吃这个纯像版的皮吧 这是整个蹄花最精华的一部分 好吃啊 哇 太好吃 好吃 应该筋的 弹牙软热的 有香味齐的 辣椒油也香 它这个蹄花不是那种药上蹄花的味道 就是海带豆子蹄花 整体来说吃起来还算比较清爽的那种 好香 这个汤很香 嗯 好香吗 这个汤很香 嗯 嗯 拧一次起来比较轻松一些 我们来吃整子的蹄花 整子的蹄花 接下来尝一尝这个水煮的 第一次吃水煮的蹄花 上面是泼了一层辣椒 然后还有花椒面的 它们家蹄花就是聚软烂 聚软烂 超级啪 它这个就是水煮肉片的一个做法 花椒给的很多 嗯 嗯 这个水煮肉片看着虽然很油 很辣很麻 但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辣的那种类型 偏麻一点点 我这个感觉很下饭 跟我想象中的味道还蛮像的 说吃饭 哇 一个汤也直接可以喝 一份水煮的 一份清炖的加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猪蹄 怪不得我没有一个饱的感觉 我们换一个下饭菜 就是干腰核草 据说干腰核草是最考验川菜师傅的一个 炒菜能力的这道菜 腰花扇不扇 猪肝扇不扇 然后柴不柴 就非常考验火候 没吃过这个口味的好像 它这里面这个泡椒 有点不太一样 这位老板不在了 干腰核草还行 但他们家这个水煮提花 有点东西 味道是好的 但是我喜欢吃 嵌挂的更厚一点的 就更滑一点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重庆这入秋还没有成功 我从成都过来 一下车人都蒙了 我穿个棉衣棉裤 脱都脱不移 然后我没有戴更薄的裤子了 你们看我的裤子里面 就这小昨了碗我吃两碗不过分吧 说真的它真是我们家的昨了碗 我家里的饭碗这么大 这会儿正到饭点了 后面 已经开始全是人了 我现在就喜欢那种 五点过一点点 到达餐厅点完菜一坐下 然后慢慢慢慢的 人就多起来了 你就是第一波吃完走的那个人 然后有人说我后面吃不完 后面我就没啥话说了 我就想乖乖干饭了 因为你看心里也不多了 剩一个小底子 我就慢慢的吃了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吧 如果您喜欢这一餐的话 记得也要点点关注哦 我们也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复在门